每天拿出一小时,你也可以上钻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师莫青 相信大家玩牙锁经常会碰到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就是你玩牙锁时 对面打野如果一直针对你,应该怎么办 像这种情况呢,我们有一个很好解决的办法 就是推兵线 然后刷野,反野去刷他的野 并且在他的野去做视野 让他搞你变成你搞他 如果你玩牙锁的胜率很低,一点都不快了 那么肯定是你不经常去对面打野的野区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节课讲的重点 练势情况下的对线与思路 然后第一个点 认识到对手的缺点与优点 就比如说这里 像这局我们打的是妖姬 就比如打妖姬这种英雄 大家觉得需要注意什么 你们觉得妖姬的优点在哪里 和他的缺点在哪里 妖姬呢,他的优点在于他的首长 与QW的爆发 那么我们应该注意对线其实不能对其无脑消耗 防着躲着他的技能 不能频繁的被他平A 然后在他没有技能后再与其反打 通常情况下都可以打回妖姬 那么妖姬的缺点在哪里 妖姬的缺点在于其恢复能力与清线能力比较差 所以我们要在有盾和害股度层时多推线 使其在兵线的压力下无法与我们打消耗 还有Q的旋风 用来消耗他的血量 这样的话对线将会非常容易打出优势 就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素材 Q回来看 就比如说这里 像这种情况下 妖姬他的这个兵线已经没有多 他可以补的兵已经没有多少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与他拉开距离 不然的话你这个时候还是上前 就很容易让他打出一套爆发 这样我们就会很亏 所以我们要差不多的时候 要跟他拉开距离 这样的话他就很难消耗到我们 然后要注意不能让他频繁的A到你 把你的盾与复纹破点 然后再一点一点慢慢的找机会 就是一直找这样的机会 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打出优势 这个是妖姬 那么其他英雄呢 就比如说我们昨天说过的 如果是刀妹这种英雄呢 大家还记得打刀妹这种英雄 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吧 大家还记得 没错 刀妹的话就应该注意他的四层被动于异己 又或者是说蓝刀这种英雄呢 像蓝刀的话就得注意他的被动 不能被他的两段W刮中 刮中的话 他的Q再打上来的话 他就会打出他的被动 他的被动伤害蛮高的 一般难道他要杀你 他肯定会把他的被动打回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只要防着他的被动 又或者是说埃克这种英雄 埃克的W 又或者说埃克的被动三环等 只要我们平时对线注意不要吃对手的重要技能 我们对线就不会出问题 碰到这种情况 哪怕我们适当的放弃几个补刀 站位靠后一些 都会很好打 怎么打鳄鱼 就像鳄鱼这种 你要注意他的红冬Q 而且刚上线的话 你可以 你不能被他压你很多线 你看到他红冬Q的时候 你要适当的后撤 然后呢 我们这里先把这个难道说完 像这里 他的W挂中我们两段了 那么他肯定会Q上来打被动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用这个旋风 把他的Q给打断 这样他都被动就打不出来了 然后他被动打不出来的情况下 我们再跟他打 那么他肯定拼不过我们 然后我们继续说鳄鱼 鳄鱼这种英雄你刚开始你要推线 最好是你抢二 你抢二你 同样可以上去打他很多血量 然后等级起来之后注意他的血路 注意他的血路 之后呢 鳄鱼这个英雄 你有盾和亥果肚层的时候 你可以跟他拼一下 如果你没有盾啊 你千万不要就是上去跟他打 有盾的时候 你要利用你这个时候的一个小的强势器去推线 你只要你推线推得过他 他线上得要补归 他就很难打得过你 大家还有其他 大家还有其他不会打的英雄 可以现在问出来 我会一个一个给大家解答 难道这里可以从头再说一下 刚刚上线 Q兵 A兵 他这里用W来消耗我们 反而没有一直推线 那么他已经失去兵线权了 我们肯定给他先到二级 赢得主动权 然后之后 再找机会去消耗他一下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没有封的话 没有封的话 如果被他的两个W刮中 你要第一时间往后撤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的旋风没有打断 他的Q技能 你应该直接跑 而不应该继续跟他打 然后是鱼人 打鱼人的话不要被他先手打爆发 不要被他先手打爆发 规避鱼人的正面伤害 躲掉鱼人的技能再打伤害 千万不要被鱼人翼倒 否则很容易被击杀 我们这里再看一下 像这个鱼人翼上来 我们 雅锁的翼很容易躲掉鱼人的翼 你只要不是 因为 就是他交易 你害怕一直往后走而不交易 你不交易的话就很容易被他的意义打中 然后我们把他正面伤害躲掉 然后再跟他打 他就很难拼得过我们 阿卡利不会打 打阿卡利的话 你要一直跌Q 不要跟他正面拼 不要跟他正面拼 你推线为主 你推线为主 你如果不推线的话 三级后正常拼 是拼不过他的 鳄鱼三级 雪怒 翼上来直接打你主 这种情况下用后撤 这种情况下用后撤 而且 你不能就是 让你们两边的兵线平等 明白吗 如果你们两边兵线平等 他技能权在 并且他雪怒已经红了 这种情况下你就要后撤 你不能再上去跟他正面对线了 应该暂时回避 就跟刚才我们打妖机一样 妖机技能权在 而且兵线都是靠中间的话 你要后撤一些 跟他拉开距离 不能让他直接上来 打正面一套爆发 这样的话会耗你很多血量 然后我们把这个看完 大家发现没有 我们这里打鱼人从头到尾都没有跟他正面较量 明白吧 就是他比如说他要放技能打我们 我们都是先避开为主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像中单有很多 不说其他就 比如说刚才一直说的鳄鱼 他们的爆发都会比我们高一些 所以的话你要学会 在他 要么在他没有技能的时候 要么就是在他强射期的时候 先回避一下 然后我们这里躲开鱼人的技能再跟他打 他是没法跟我们打的 然后我们再来说下一个点 防干客意识 最快的EQ闪就是看不到E的动作 直接EQ闪的那个 还是EQ闪的操作吗 那操作不会失误吗 看不到E的动作 这个的话 感觉没有多大的意义 因为你如果要用EQ闪的话 那么肯定是跟对手有一定的距离的 你如果没有E的动作 就说明你还没有E上去 就直接闪上去 那样的话一般都碰不到对手 所以的话我们还是 而且那样是很容易失误的 好了我们继续说下一个 防干客意识 第一呢 对线不能只想着如何击杀对手 应该以如何让自己发育的更好为主 然后我们看 就比如说这里 同样是打鱼人 刚上线 他如果E的话 我们第一时间往后撤 往后撤的话 他跟我们打他会抗兵 他肯定打不过我们 这种情况下跟他打 你可以跟他打到 打到最后 不管是谁的E级上来跟你打 他都不可能抗着兵打得过你 然后他又E上来我们后撤 要随时躲对手技能 像我们面对愚人这种就不会无脑推线了 因为你无脑把线推过去 你就很难消耗他的血量 所以我们应该适当的控一下 保持我们这边冰多就可以了 然后之后抢二 抢二上去同样找机会上去消耗一套 他交易我们都E这里Q空了 如果Q没空又旋风了之后的话 他不交闪可以把他杀掉 然后我们再快进一下 就是这时我们对线已经打出优势了 对吧 那么就是我们来的来说的第一个点 如果你对线一直想着怎么样杀对手 那么你的这个就会少很多 特别是你的危险意识就会降低很多 你就不会注意 不会把注意力注意到其他地方 那么对面如果有人来抓你 就很容易把你抓死 我们这里一直想着消耗对手血量 是不是没有去查眼 也没有注意其他线 那么之后 我这就看完 之后对面打野过来 等你再有所反应的时候就已经晚了 所以的话很多时候我们都要以自己发育为主 而不是想着一直怎么样怎么样打架 你越是想杀对手 就越容易被对手抓到机会 然后第二个点 对手烈尺时突然很激进 这是应该暂时后退 防止被抓 我们再来看 对你说的没错 这个是之后讲的 我们这里先看一下 就比如说我们这一波跟鱼人对拼 这个鱼人打不过我们 就打了很多血 然后之后呢 他连出来吃惊艳都不敢 那么 我们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波鱼人突然要上来跟我们打 他有什么反常 他为什么敢上来跟我们打 这说明了什么 对没错 这个时候对面 他很明显他打不过你 他刚才连经验都不敢吃 他突然就上来了 那说明对面打肯定过来了 你这种情况下 我们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做 然后这个时候你看不到对面打野 你还跟对手打 那么你就肯定会被抓死 那么再来下一个 第三个 对手激进 对手激进的话 我们应该就是退到安全距离 如果对手还是很激进 还是一直在追我们 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安全距离里面就可以反打 然后大家继续看 还是这个鱼人 我们这里跟他打 他这里 还是没有占到便宜 但是他这里很明显打不过我们 而且我们这边兵还很多 但是他突然就又这样冲上来 要跟我们打 是吧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 应该怎么办 继续跟他打吗 他打不过我们继续打 干死他 不对吧 所以我们应该后撤 你要养成这个习惯 他突然很散场 突然冲上来 直接后退 当时炮车都不应该补 一补那个炮车你就死 就是干你就死了 一看对面打野又冲上来了 你上一干你是不是肯定死了 而且这个鱼人这个血量 一时半会我们肯定打不死他 然后呢 我们退到这种安全距离里边 他们如果还上来跟我们打 而且我们当时自己的状态保证很好 对吧 他上来再跟我们打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有很多反杀的余地了 应该直接闪现跑 看情况吧 如果你没血了 你可以直接闪现跑 但当时我们还很有状态 直接往后走 他们再追上来 我们这个时候再反打 你都甚至可以一打二 别捣乱 然后我们再来说第三个点 将劣势器转化为优势器 将劣势器转化为优势 雅锁是一个 雅锁是一个很容易被抓死的英雄 6G以后我们主要目标不是打架 要以自己的发育为主 和打乱对手的节奏为主 让我们来看 就比如说这局素材 虽然我们优势很大 但是不清楚敌方视野位置时 一直待在线上 会很容易被打野 或者是被其他线的人给抓死 不清楚敌方打野 或者线上位置时 不要轻易上前与对手打拳后 总之意思就是 你玩雅锁不能一直待在线上被人抓 你应该就是像那种神龙见手不见尾 这里刷完就到下一个地方搞事情 然后我们继续看 比如说我们这里 如果你线上没有很好的击杀对手的机会 你把线推过去之后 你一定要去搞一些事情 你像上路蓝博买血 没有什么机会 那就不去了 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对面的红帽子刷了 你可以在这蹲一下 来骚扰一下对面打野 当然对面打野如果超级肥8-0那种 那你就别去了 像这种情况下 就刷自己家野区就行 玩雅锁就要做好被副子蹲的准备 其实你有很多我们这里就是在给大家说 你有很多更好的选择 你没有必要一直去 这个是我们之后要讲 大家之后看的就行 这段素材呢就是一个怎么样可以使我们发育更好的一个 我们把对面打野的节奏打乱了 他自然很难在针对我们 其实像卡塔丁你要杀他的话 你就可以这个时候就可以用EQ闪 就很容易把他杀掉 但是他有R如果他反应快一些的话 他在EQ闪没有闪现 大家再继续看 到这里 我们压线这么靠前 那么自己心里就要认为对手肯定会来抓 最有可能来的是打野 其次是边线 所以这时候我们只要看到边线的人不在了 我们就应该随时准备应对 然后我们这这个时候再看 对面我们把线推过去之后 对面上路的蓝薄不见了 像这种情况下你就要 就不能一直在现场了 不然的话人家很容易过来把你抓死 然后我们把这个看完 对 主刀和发育是亚索的灵魂 你这个理解很透彻吧 然后我们看对面的蓝薄来了 然后我们是有所应对的 对吧 我们家打野在附近 所以这种情况下 看我们可以做一些假动作 比如说假装要吹风这里留了一下 然后把它勾引过来 一家打野过来 先EQ 封墙 躲开蓝薄的这么样的伤害 然后再来打对面残血的卡拉冰 所以大家一定要随时做好对面来人的准备 要多观察小地图 通常情况下这种时候就要打野 或者是队友反蹲一波 把对面反杀了都会有很好的收益 比如说一斜塔或者是什么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第二个 学会创造机会 在野区或者是其他线上创造发育与干客击杀的机会 第一 在野区创造机会 第二个是在野区回线上找机会 然后我们看 就比如说这里 我们把线推进去之后 这个刀妹是个满血 对吧 在线上的话 我们没有击杀和发育的机会 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要自己创造机会 就比如说刷F6 刷F6的细节 第一解课 里面有详细讲解 怎么样可以无双刷F6 这里的话 可能有些同学没看录像 所以这里的话再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是用眼睛或者封墙 看一下这里的视野 然后再从这个位置E过来 E过来之后直接EQ EQ然后再用另外一个E再E出来 不要一直站在这里一直A野怪 你一直在这里A你会被打被消耗很多血量 这样的话你刷这个F6就得不偿失了 然后再E出来 然后再等QCD 然后等基本上5G以后就可以自己刷F6了 前期的话Q的CD会比较长 所以的话你可以再往外边拉一些 然后等Q技能CD好了 然后再EQ或者是Q 然后再往这边拉 再等Q技能CD 然后再EQ 这样的话看我们之前其实也就是比这个血量多一点点 然后这个时候打完不会掉很多血 就不断的通过Q技能 然后和等Q技能的CD来刷F6 就比如说F6为我们创造了发育的机会 刷F6后 其他路有机会 抓就是为我们创造击杀的时机 遭遇埋伏敌方打野也是为了我们创造击杀时机 即使这些条件都不具备 回到线上吃对手推出来的线 也是我们发育的一个机会 而且一般对手他被你压制时 看到你不在 一般都会以为你去干口 他就会出来推线 我们这时候回来的话会有更多的击杀时机 来击杀掉对手 就比如说我们这里刷F6回来 然后刀妹他出来推线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 去要么消耗他 要么击杀他 如何快速穿墙到F6里面再穿墙到防御坦呢 这个的话第二节课有讲第二节课有具体讲怎么穿墙 大家下雨的话可以看一下录像 像第二节课穿墙或者是很多连招还有EQ闪那些都有的 对像这些穿比如说穿墙的技巧啊 还有就是利用对面英雄来穿墙或者利用野怪来穿墙的技巧 都是这个是需要刻苦练习的 你如果不经常练的话 那么你实战里面你可能10次里面有两次能成功都不错了 然后我们这里说一下啊 说到看一下啊 创造机会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点 然后第三个点多猜测敌方打野的位置 然后进行埋伏打乱其节奏是最容易影响游戏的表现 多记着啊 多埋伏敌方打野是最容易影响游戏的表现 多猜测对手心理的想法 从而提前准备与埋伏比正面较量更容易打破优势 然后我们看 就比如说这里 对面打野过来推线来了 对面打野过来收线来了 我们这时看到乌迪尔在吃中路线 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样做 问一下大家如果我们这里退回去 我们这个时候看到对面的这个打野 他来装论收线了 换成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 快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 你们是不是有点摸不着头脑 回家回家 白云都表示回家还能干嘛 我们说一下啊 你们的回答很可爱 答案是去他的上野野区蹲他 为什么呢 越套强杀你过一边去 因为他是从下野区过来的 我们看一下 他这里是从下野区过来的 对吧 而且他的下野区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那么他来中路收完线之后 他肯定会去他的上野区 为什么 因为他下边什么都没有了 他哪怕是个傻子 他都肯定要去上边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绕着绕开视野 然后在他的上野区去蹲他 空空这时候一般都会选择去绣 一个满血的乌迪尔在塔下你怎么绣 你两个你都绣不起来 我跟你说 然后我们看 看他这个时候收完线 他肯定要上来 知道吧 所以我们一定要多猜猜对面的动向 然后在这里蹲他 先Q一下 跌一下风 他看不到我们肯定能Q中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避死 然后打乱对手节奏 这样的话你就很好赢 这个不是套路 你要养成这个习惯 这个是一个意识 如果你想不到 那么你比如说这个打野 他就抓我们家上 把我们家上抓死 你就把我打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这个也是创造机会 然后看一个线上崩了的吧 当我们线上非常劣势时 不要一直待在线上 有机会就推线 推完线要么去刷野 对面打野很肥的话 就别去他野去了 就刷我们自己的野 或者是说他不在这边 你看到他在上轮 那你可以去他的下游去刷他的下边的F6 这也是可以的 然后要么就是刷他的野 要么去游走 没机会推线的话就去刷野 等对手把线推进我们的塔 这边的话再吃线 不过这种情况下是刷我们家自己的野 如果你很劣势 我们看一下这里 就比如说我们线上崩了对吧 那么这里有机会 我们就把线给他推了 推过去之后 不要一直待在线上 看一下有F6没有 没有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去其他路 去搞一搞事情 有机会的话 没有机会 你再去其他野野 你比如说找河蟹刷也可以 但这里有机会 我们就去 如果对面打野让蓝中 中和打野一起来咱们 什么意思 让我们继续看 这个时候你看我们在其他路搞一搞之后回来 对面把线推过来 我们还其实还可以发育一些 而且我们在其他路也是有收获的 这种情况下对面的钟 他看见我们去 干渴了 他如果忍不住 他也赶过来 那么他很有可能就白跑一趟 因为他很多时候他都是来得晚 是我们先去的 然后他这里在其他路死了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更多的发育的机会了 然后这个时候对面打野 又过来搞我们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家钟不在了 对吧 只有他一个 放死 弄死他 所以的话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如果你很烈士 还一直老老实实的待在线上 那么 你只能老老实实的 等人家打野过来把你抓死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打乱对手的节奏 对吧 你就比如说你是个老实人 你线上一直被抓 你还是老老实的待在线上 等人家过来再把你抓死 然后我们之后再看一下 这里把线推过去 然后回家做装备 你看这个锅 其实你这样做一下 就很容易获得很多经济 然后做出装备 你们是不是都是经常玩亚瑟的同学 发现你们很皮 然后我们家队友都死了 没有关系 你看打乱对手的节奏 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发跃机会 然后呢 这里的话我们家 我们家下路 被抓死了 对吧 然后对面的打野和钟又过来了 这种情况下我们直接撤 你看他又过来了 直接走 去干嘛 去刷他的野区 然后他如果过来的话 那么是我们先蹲到他的 他肯定打不过我们 但是如果你当时还在线上 那就又被抓了 头又大了 提前把他的野区给搞完 这样的话他打野 他是不是就难受多了 对这种课不上班 现在有外面的是要购买才可以看的 然后再推线 阿卡丽回去了 那么这波机会肯定要抓住去推他的塔 有机会有机会有这种很好的机会一定要尽量多磨防御塔的血量 这边把塔推掉之后 阿卡丽上了 其实像这个时候你看 你这样来两波 我们前期是1-5 那说明阿卡丽 它的优势是很大的 相当于情况下我们等级还比他们高 那我们的烈射已经就通过这两波 已经完全打回来了 然后这里人马在 这里就不接大了 并且阿卡丽它还有烟雾弹 还有烟雾弹 那就先不要上去 然后牛头又臭了 你这样 先把麻仔杀掉 阿卡丽的烟雾弹 确实是有点太变态了 而且防御塔还看不到 然后这个时候人杀掉之后 有资源 你就刷一波资源 雅索这个英雄刷东西很快 而且还是无消耗的 所以的话我们尽量多做一些这种事情 麻烦没有 就这样来两波对面节奏已经乱套了 但你想一下你平常对线的时候 你无脑的被抓 打零杆几零杆几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一直待在线上 不会这种灵活应用 有点太长了 快进去看完吧 然后这个时候 就不讲了 已经到中期了 然后最后呢 还有 还有 还有一个 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一个我们看一下啊 这波把人杀掉了 来晚了 都快结束了 然后这里卡密尔一空了 卡密尔一空了 而且我们刚才杀了两个人 对吧 那么为什么这波这么猛 而不对 如果是你的话 这个卡密尔一空了 你会不会回头cue它呢 不不不 你按照我说的 然后来学 绝对会很快的 好吧 你们的回答太慢了 你们的回答太慢了 我们这里说一下啊 这种情况下不应该cue 因为就是怕卡密尔有大招 留住我们的话 还有鱼人 后面还有鱼人 然后我们就会被两个人 急火 就很容易死掉 所以说玩亚索 一定要学会杀住车 要在任何时候考虑到 任何有危险的因素 然后不去冒险才不会出意外 不会轻易死掉 这样的话 你玩亚索才能打出 8-0 10-0的战绩 然后这一波我们之后再看 我们可以有更多选择 比如把对面的野区给它清光 然后状态回过来再让他们打 你看他们这个时候有大招 有大招 但是没有用 但是当时在人家躺下 而且很容易被两个人急火的情况下 你如果跟他们打 那么你很容易就完蛋了 然后再说一下eq闪 eq闪的话 之前的课里面 你没有实战说 我们这里快进一下 eq闪大家还是尽量多通过 尽量多通过训练模式 练到95%的成功率的时候 然后再在实战里面用 实战里面你只要基本上用出来过5-6次 基本上你不会有问题 但是可能有些时候会失误 比如说你紧张了或者是什么 但是你熟练以后杀人将会更简单 就比如说这里 对面的卡塔丁的血量 像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想杀他的话 你直接闪上去或者是怎么样 你都是很难叫人家杀掉的 对吧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 你只要用eq闪有85%以上的成功率 把对手杀掉 除非对手的意识真的是超级好 他才会在你eq闪上来的时候 第一时间闪才能躲掉你的eq闪 不过几率很低很低 除非对手是大蛇王者 他的意识超好 然后这种情况下eq闪 然后直接就可以杀掉 雅锁不浪和闲鱼有什么区别 你雅锁一浪 你的优势就大然无存 你知道吗 因为你打团是个很难团的 他手太短了 eq闪尽量延长e的程度 能提高eq闪的成功率 不对 eq闪跟e关系不大 跟q的关系是最大的 eq闪的原理是什么 q是有独条的 跟q闪一样 明白吗 就是说你 e过去你放q的时候闪过去 跟e关系不大 理解吗 就比如说这里 我们这个时候刚放到q 对吧 然后q放出来直接闪过去 如果你eq 你q独条完了你再闪过去 是没有 是失败的 知道吧 就空了 就击飞不了人 就杀不了人 就会很尴尬 然后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第一呢 就是当对手表现很散常时 我们应该想到更多 比如说对面打野来了 或者是说对面他在留你 他的队友来了 第二烈士其实学会为自己创造机会 不要一直很呆板 不要老老实实的被人抓 我们今天的第四节课就讲到这里 明天第五节课会讲 整体前期的 开始思路和运营 好了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